一說到雙菜,它就只有一道辣椒炒肉,作為招牌菜 還要養成百間的門店,這位老闆真是精神 賣了88元一個泥牌,就是螺絲椒炒土豬肉,台台必點 開始的時候,我都有點懷疑,沒可能的 後來我就去試一次,一年就點了兩碟 這道菜,它辣得來香口,還要是重油,但是送飯一流 今天我就來試試一次,同樣是買一塊土豬肉 看上去的兜工都不是這麼廣告,就是煉皮斥薄片就行了 先把五花肉煎到七油,兩面,起金邊,這個就是關鍵 其實這種做法很傳統,加上的做法,無需要醃製 煎到七油之後,整塊五花肉就會變得金香 先把它撈出來,留些豬油在鍋裡 接下來就是把辣椒放進油鍋裡,慢慢煎 煎到氣泡為主 這個辣椒的辣度,它是屬於中辣的程度 口感就很軟熟 可能又是一個品種的原因 吃了之後,辣得來還有一種滴甜的味道 給人的感覺是很舒服 煎到五上下,兩面起虎皮 再加上料頭,一起爆香 那時候我們吃的時候,還要加辣椒乾和辣椒醬 但是我認為夠辣,這兩樣我就沒有加到 上次試了這道菜回來,前前後後真的辣了三天 一說到辣度和千菜就有得比了 但是它就少了一個花椒 調味的時候它沒有什麼花神 就是豉油和鹽,糖都沒有 但是它那種香味已經是完全征服了你的 不到你不服 我親自看著它炒的 就是連那隻獻頭都不用打 上碟的時候乾香入味 純熟的香下手法,辣家菜 這樣就收你88 這條單我覺得非常值得 所以裝了兩碗飯 要香味有香味,要味道有味道 加強菜就是這樣 有喜歡的朋友可以嘗試一下